关一圈呢 应该是个红二代 他呢 考证过他自己家的那个家谱 大概呢 他们家祖先啊 别的什么关云场啊 什么关汉青啊 跟他可能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关天培是跟他们家绝对有姻缘的 这个关天培的有一个这个 咱先说关天培吧 关天培呢 是这个乾隆46年 也就是1718年 他生于江苏 怀安 当过大大小小的官啊 最后呢 又当了这个广东的这个水师的 嗯 应该说这个虎门硝烟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嗯 这个与这个1841年 这个跟这个英军在虎门打的这一仗 就是这个孤军奋战 最后呢 跟这个将士400多人一起牺牲了 关天培呢 有一个侄子叫关燕 这关燕呢 就有一个段子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真实的 反正呢 就说呢 当时啊 有一个出的有一个上联 很难对 就说呢 什么这个 跟那个精官一块喝酒吃吃饭 你入了精了嘛 你得拍这个精官马屁嘛 结果呢 有一个大官呢 就来兴致 就出了个上联 叫南通州 北通州 南北通州 通南北 就下联 就好多人啊 就答不出来 这个官燕就回了一个 说 东当铺西当铺 东西当铺当东西 哎 结果后来说 哦 你看看 将门胡子 后生可畏呀 哎 这个夸他的这个大官是谁呢 就是曾国藩 官燕就是这个 这个官于谦的曾祖父 后来不久啊 这个官燕呢 就出任了通州的这个谦总 呃 据说呢 是因为曾国藩在里边起了作用 你再看 后来我们再讲到啊 这个官于谦这个医生 也说他坎坷 但是呢 你说他没有得这个他们家人的这个 呃 这棵大树的阴凉 那是不可能 他也不可能跑到那么重要的部门去 而且犯了那么大错误啊 都被发配到青海去了 这个我们后边慢慢讲 很有意思 呃 呃 这个官燕西夏呀 有五个儿子 七个姑娘 看来没少娶小老婆 官于谦的祖父呢 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呃 也能够说呢 在这个兄弟中啊 呃 最受官燕的气重 他祖父呢 这个性格呢 比较耿直 从小呢 就喜欢弄枪弄棒 弄弄棒的啊 到了光绪十六年 也就是1890年 他呢 在33岁的时候 终于 中了一个武进士 成为了这个朝中的一个侍卫 官于谦他们一家子啊 都个儿高高大大的 呃 身高呢 就是身高体大的 而且浓眉大眼 所以皇上啊 第一次看见他 就很高兴 说你 哎 既然姓官 你是不是跟官云长有什么关系啊 官云谦他那祖父啊 赶紧就说 呃 据家谱记载啊 卑之乃官平之后 皇帝啊 听了以后就笑了笑 说 怪不得看你眼熟呢 看来你和那个正阳门那个官帝庙里边 那一座塑像很像很像 就这当天他的祖父就被提升为二等侍卫官了 直接可以进出紫禁城 呃 光绪二十二年的时候呢 他祖父就给调到了广东去了 升任了都司 这个都司署呢 就在十城 呃 大概那个地方呢 有四十多万的居民吧 虽然说啊 是应该在那时候啊 应该算是边陲了 呃 也感觉啊 一片荒凉的 除了有一个法国人办的一个天主教堂以外呢 他们这个地方 这个都司署就算是这个城里边最像样的一个建筑物了 当时他祖父呢 是四平官 每个月 每个月加起来那个工资吧 可能也就是 呃 三百四十两白银 哎呦 这可不少啊 养家绝对戳戳有余了 可是呢 他祖父啊 觉得生不风食 闷闷不乐 他呀 一点都不懂当地的方言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这个北方人到了这个南方啊 那真是 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加上呢 他的下属啊 老瞒着他 呃 胡作非为 他一点招都没有 也就是呢 他自己呢 觉得有点宽贵的是啊 他刚到这儿 就添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呢 取名叫西斌 这就是关于谦的父亲 祖父后来呀 又升到了这个潮州的总兵 还有潮州总镇守 嗯 在当时呢 算得上是一个将军了 有一次啊 他这个身体不适 没法升堂 就派当时刚刚九岁的那个关于谦他爸 西斌 去代替自己上堂 他父亲 他父亲到了这个堂上了以后啊 就接受各级官员的参拜 呃 事隔了好多年以后啊 他爸爸还跟关于谦 跟他们就回忆起这一段往事 觉得还挺有意思 父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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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爸的没有了儿子来代替才九岁 呃 潮州啊 那时候风光确实不错 呃 依依带水的 自古以来呢 自古以来呢 虽然是被称为什么 呃 张王之气喇什么的啊 一般都是被贬官给贬到这儿的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要比那个他以前那个任职的地方要好得多了 呃 唐朝呢 著名的有一个文学家 韩瑜 不是就给贬官给贬到这儿的吗 在这儿当刺史 就这个韩瑜到了以后啊 就把这儿的这个风气 改了 天范地范 所以潮州啊 比较兴这个文 都鼓励 学习 上纪 考学 当官 所以呢 那个潮州啊 就英才辈出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呢 潮州又被定为了一个固定的这个 伤口 口岸 呃 通商 所以啊 当时流传着有一句俗语叫 道广不道朝 枉费走一遭 关于谦的那个祖父呢 呃 这官啊 就越做越大 脾气呢 也越来越坏 他那个江金府啊 是一个深宅大院 门前一对石狮子 有四棵银杏树 迎亲树在他们家那边啊 哦 大院分四进 有大概一百多间房子吧 嗯 反正就这么着 还不够用 因为啊 这北方的亲戚 纷纷的都跑到这个潮州来投奔他爷爷 又吃又住 加上他爷爷还不是个小气的人 也不在乎花点钱 可是呢 他有的亲戚啊 他真的不争气 在外边呢 仗势欺人 这个呢 让关于谦的祖父啊 特别的恼怒 加上啊 觉得国难当头的 这做事呢 又处处啊 受到这个地方这帮人 这下属的这个智者 给他老玩一些这个阴阳这种东西的 就是你背 当着你一面 背着你一面 他还使不上劲 所以啊 他的祖父呢 内心是非常苦闷的 百日维新 一失败了以后呢 六君子不被杀了吗 康有为 梁启超就出走了 这时候 广东啊 就成了改良派的重镇了 他爷爷呢 就奉命 朝廷让他去集拿这些改良派的余党 可他内心里边啊 确实是同情这些改良派的 于是呢 也就只能够 呃 做做样子 交差而已 八国联军呢 攻进北京了以后啊 这不是慈禹太后跟光绪跑了吗 跑到西安去了 辛丑条约 这时候在南京签订了 消息传到他们南方了 祖父仰天长叹 好 今天先讲到这 下期见 对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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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